今天的ET个股推介 就是华能国际902 经济日报的投资业华组 选选原因 就是在内地高温天气 和经济活动恢复等因素推动之下 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创新高 法改委发文要求力保不再发生拉闸限电 并且着手稳定煤炭供应 预料有助中资电力股的营运表现 电力股加速向新能源业务转型 提升盈利能力 股份是关注华能国际电力 华能国际去年总装机规模近119吉瓦码 火电装机占8成8 由于去年的煤炭燃料成本大幅上升 抵消电价受电量增长的利好 华能业绩游营转规 全年亏损106亿人民币 中信建头就说303号文件正式执行之后 火电场业媒和现价限价力度有所加强 马就有望带动火电燃料成本下降 火电出现像去年那样极端规选的概率极少 随着煤家控制和去年至今内地电价维持高比例上浮 华能的火电业务价值有望重估 根据名印证券预测 华能国际今年盈利近74亿人民币 五流亏为盈 马股价走势上 形态挑战中期下降轨 策略上建议在3.6附近吸纳 先以3月份的高位4.2号三围目标 跌穿3.3号二就减次 主要大行给它的目标价平均大约4.8 中线可以作为参考 盈利基本礼均一会儿 入口糊 冲天 让少所与克虞 转之内